心中怒气难消 看到黎沫那张有些糟糕的脸 唇角扯了扯 还是笑出了声 你昨晚是被妖精吸了惊魄吗 脸色难看成这个样子 许清之可是个典型的外貌协会 你这个样子 小秦他真的因为你这张脸甩了你 说着 厨一转头 看向旁边的助理 哎 我的脸怎么样 厨阳帝的脸是可完美 就算是现在有伤 也是无可挑剔的病态帅气 许清之你说 他说的对不对 嗯 许清之 我真觉得你完全可以移情别恋了 来 撞开你漆黑明亮的大眼睛看看 我跟他 到底谁值得你喜欢 如果你不想把自己养进太平间 说话最好过过脑子 李总别气 丑一啊 他只是开玩笑呢 我整着眼睛 他开不开玩笑我不知道吗 所以 你别当真就好 李莫冷笑 转头看向一旁的许清之 看完了吗 你确定处义不会耽误新品发布会吗 我已经跟医生确认过了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好多人聚在门外 关于处义住院的事情 你们想好应对的对策了吗 这个我们已经通知了公关部 方案很快就出来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如果有媒体说是处义第三者插足的话 你们想好该怎么应对了吗 李总 处义他不会的 你以为他之所以住院 是被谁打的 话音落下 他已经带着许清之走到了门口 回到病房 许清之要回家 林默不肯让他走 林默 你不觉得你现在很无赖吗 无赖也是被你逼出来的 谁让你总是不安分 我怎么不安分了 就算是不安分 也是你逼出来的 所以最后还是你自己 把你自己逼成无赖的 或许你本身就是个无赖 是 我无赖 可你还是爱我爱到现在 谁说我现在还爱你了 你以前那么过分 凭什么让我从一而终的爱你 不爱我爱谁 世界上那么多帅哥 比你长得好看得多的是 我爱谁不好 偏偏死心眼 爱你这个从头到尾 只知道扎我心的男人 你 你他妈敢爱别人 老子都跟你表白了 你居然想要半路退出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被干够啊 不要脸 要脸你能有儿子 让开 不让 幼稚 无耻 许清之 你不要最硬了 你就是爱我 成人会死啊 不会死你这么多年都不说 许清之你最近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那你跟我离婚啊 你能不能别再提这两个字 我现在不想跟你闹 那你现在就让我回去 你回去干什么 休息 在这里休息 黎沫 留下陪我吧 我不想看不到你 很奇怪 我现在就像没睡没客看着你 乖乖的 你乖乖的 别再折腾我了 我现在就算不开